牛肉總共有18箱 共有219塊 重量不等 過期 然後還有聖鋼冷麵24箱 還有68現場的人得的這些冷麵是過期的 他們是說他們的牛肉是提供員工教育訓練 非常怎麼辦 這個基本上我們還會再釐清 但是我們是高度的懷疑 接著在買的餐廳 我們是趕快店 這邊的平衡 那個餐廳 我們今天有很多趟的位置 我們就比較好 我們今天我要靠近的位置 才可以把餐廳 這邊的方法 牛肉总共有18箱共有219块 重量不等过急 然后还有圣钢冷面24箱 还有60包现场的这些冷面是过急的 目前总共有这8箱是过急的 那我们会按照食安法第15条1 向18款的规定处理6万到2亿的金额 那我们会按照不同的这样的数量 会加倍的成长性 所以这一案我们会给予重量 他们是说他们有没有是提供员工教育训练 这个基本上我们还会再厘清 但是我们是高度的怀疑 你知道他们有用这样过期的这种食材 这些银料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用过什么样的管道到这地方 因为我们有去查它的时间 大概三到个月不等的时间过期 那总之就是过期或者那个时效的 我们都会依规定来采除 你知道现在有想说证据过 它有像消费的轻轻费的轻轻费吗 对 因为它在使用当中 在使用区里面就有存在 有些按照它的手法是放在这个 它已经过期区了 但是我们还是认定 它是使用这些过期的食品 所以我们还会依规定 给予严惩 以前按照食安法的话 还没有到停业的程度 因为这些案要不要移送法办 按照食安法的话 这些属于是行政财罚 就是以这个罚金为原则 那它如果有改标 涉嫌违照 这个话我们就会移送法办 目前还没有查到它有改标伪造的现象 你讲那种法是又可以拿到多少 我们会一项一项的给予采发 那我们会再厘清确定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报告 好